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而且呢 各位注意啊 今天我上節目啊 真的什麼通通都不必講了 今天我來只是問問各位 和我會員朋友之間啊 你的差距是有多少 我只是問問各位 你現在的感覺是如何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昨天講得非常清楚了 我們說過 除了高雄概念股以外呢 除了高雄概念股以外啊 其他通通給他放空了 我很少下這麼武斷 這麼決斷的標題啊 我說除了高雄以外做多 其他全部放空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再次大跌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你的老師的幻想是不對的 每天都在講說這個行情會反彈 結果咧 再次大跌 第二個 真的你要做多 我告訴你說高雄概念股 早上低盤的時候 衝進去買 看到沒有 二話不說 衝進去立刻買 這叫破例啊 未來高雄的觀光業一定往上起飛 特別是2702的華原 已經幾支了123 從19塊錢1234 今天上來算你第五支 就算你很客氣了 我問你一件事啊 誰敢在昨天的時候告訴你 高雄概念股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講的就是華原 敢跟你講說公開推薦你 而且我在電視上講說 就算你只是我觀眾朋友 我送給你 因為這不算是我的股票 這是全高雄人 送給我們台灣的股票 沒有錯吧 第二句話告訴你什麼 其他空 那還要講什麼呢 各位看一下 來 有沒有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來等一下我們節目當中 盡可能複習 當你發現啊 當你發現啊 融資大增 融券減少 這地方呢 它就是走弱了 融券增加 融資減少 它會所謂軋空 但是融資增加會怎樣 會多殺多 有還是沒有 親愛的投資朋友 甚至呢6153的加聯益 我相信啊 全市場唯一我跟你講說 這個頭肩底是假的跌了 又頭肩底又假的又跌了 這都是我會不會用的空單 誰這麼明顯告訴你啊 除了高雄做多其他就是空啊 我今天用四個字叫做眼見為憑 什麼都不用說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我只是要跟你講一句話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裡面 你真的必須要趕快 腦筋趕快轉過來啊 你這樣看看不懂 我馬上倒過來給你看好不好 各位啊 你腦筋要轉過來啊 方向不對啊 用力跑也沒有用了啦 我就這麼告訴你一件事情啊 當你方向不對的時候 用力跑真的會沒有用 而且呢 我們昨天講的應該 那麼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全球的股市已經沒有多頭了 全地球的股市沒有多頭了 你還要我黃靖德跟你說什麼 如果這樣子你還沒有辦法跟上我 如果這樣子你還沒有辦法印證 我真的告訴你 我覺得我很難救得了你了 你去問我會員朋友 現在在續約啊 我們在call續約升級啊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百分之九十在問你的老師說 這支股票 老師啊 別的都跌下去了 它會不會跌啊 你說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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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價概念股通通這樣子了 你說老師 那麼環球 中美金都跌停板啊 蛤 核金跌了兩天啊 那我們會不會跌啊 你想問這個問題嗎 就算答案是不會 你還是套牢啊 你還是從哪裡開始套牢 從我跟你講說 12月3號的時候 那麼川津會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熱烈說 哎呀趕快買 當時2327的國巨 拉尾盤衝上來 有還是沒有啊 12月3號啊 結果咧 全部的人 一看國巨都漲了 因為國巨成家量最大 我就只舉他了 怎麼環球金 中美金 大宗什麼通通都買 我說你想清楚一點 川習會後面會漲還是會跌啊 先看川金會嘛 川金會是最大的利多 川金會知道吧 川普跟金正恩見面 結果韓國大跌啊 那我問你一件事啊 川普跟習近平見面 後面是漲還是跌啊 老師聽起來好像是跌的 那為什麼 很簡單嘛 這麼大的利多 最大利多出現了嘛 那請問一下韓國 還有比金正恩跟文在寅更大的嗎 沒有啦 全世界有比川普更有錢更大的總統 也沒有啦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啊 當是川普跟習近平見面之後 全世界沒有更有權力的領導人見面啊 所以利多就已經在這個地方出境了 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講完之後跌了522點 跌了522點之後台灣股市很厲害 在那邊掙扎掙掙掙掙掙掙掙 就像說現在也有人在跟你說 老師還在掙扎呢 我請你看一下這個叫什麼 櫃買指數對吧 櫃買指數才是影響我們大家操作最重要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撐住大盤讓櫃買的趕快想辦法落跑 你自己決定啊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很多時候呢 真的要跟你講的事情 請你聽清楚 9887 我現在不要跟你比這個12月3號 川西會 我光跟你比9887 我告訴你斷橋反彈隨時結束 這樣夠了吧 什麼叫斷橋 前面這個缺口叫斷橋 這步步驚魂夠了吧 龍之爭龍勸檢夠了吧 剛才你看到中美金 不就是這個情況嗎 龍之爭龍勸檢 不就是這個狀況嗎 2498的宏達電 現在應該還在跌 龍之爭龍勸檢 等一下我們要講 這也是我的空單 昨天有沒有告訴你 OTC收最低 注意喔 因為我今天要去上股市現場 所以現在是12.08分的時候 我在錄影 我認為這個行情裡面 它還是繼續收低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出來了 我是不是第一個告訴你說 6153的加聯益 我今天不曉得有沒有帶教材 等一下來跟各位講 注意喔 在我的空單型態學 空方型態學裡面 那麼這個頭肩底是假的的話 請你注意 它跌下去之後 又出現一個頭肩底 那更會跌 對不起 38塊空了之後 28.3元補一次之後 28.75再空 會跌的股票就是這樣輪流一直往下做 我說過 我當時是不是告訴你說 你就算從38塊爆到現在 38塊在哪裡 38塊在這兒 各位看到沒有啊 38塊在這兒 你從38塊爆到現在 也沒問題啊 當天郭敏騎就告訴你說 FCP的天線沒有要用啊 融資大增 融券大減 我說我不可能帶你去空最高點沒關係 但是我告訴你 這裡我空下去照常會下來 41.6 收盤的時候已經收到39.5了 後來37.75 各位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就一路上往下跌了 各位再看到今天多少 40.1再放空一次 今天36.25 又創新低啊 這就是你看到的啊 國具還在啊 我跟妳講一件事啊 國具還在啊 各位看到沒有啊 第一次的空單在多少 388塊錢啊 388塊錢還在這裡啊 還在這裡啊 還在這裡啊 這次最低來到297 好補一半之後還在這裡啊 你看看等一下會不會下去啊 我就跟你講啊 我就跟你講說我真的還撐著啊 我就告訴你說這個情況 不可能這個行情 你談不上來就是你的啦 談不上來就是你的啦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有的時候你可以會看一下 來美國股市 我最早告訴你說根本就談不上來 結果呢 哇 我今天就要講了 你的老師是不是告訴你說 不管升息降息 你大盤都會大漲 我說你的老師真的是亂講 人家是全民亂講 他真的是股市亂講 為什麼 因為 鮑威爾假如真的聽川普的 真的聽華爾街的 說啊股市現在很低 所以我就不升息了 我問你那聯準會主席叫做 獨立性算什麼啊 如果中央銀行總裁真的聽到說 喔這個總統跟他講不能升息他就不升息了 或者不能降息就不降息了 他沒有獨立的判斷 那聯準會主席中央銀行算什麼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FED的獨立性被這樣挑戰的時候 他一定是維持原意啊 所以接下來繼續面對升息 他還會繼續升下去 而且不管是不是升息 重點在這個地方啊 重點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蘋果手機的銷售量啊 回不去啦 以前每一季賣一億支啊 現在呢你在門口就看到打3.7折了 結果呢 聽到郭明錡說賣兩千萬支就不錯 開玩笑五分之一而已耶 蘋果的手機只剩下五分之一的銷售量而已耶 所以我問各位一件事情啊 蘋果手機只有五分之一銷售量 還會在花大錢做一支天線嗎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打下來叫做加聯益嘛 沒有錯吧 他最沒有機會啊 我至少我還要做外殼 所以我撐一下 外殼也很難看啊 我至少還有鏡頭啊 所以我撐一下嘛 但是我絕對不會用到這個天線啊 我舊的都賣不掉了 四萬塊都賣不掉了 我再做一支天線賣四萬五千塊賣得掉 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你多這支天線你要多五千塊啊 那你四萬塊的手機都賣不掉了 四萬五千塊再插一支天線賣得掉 市場參與者不再期待股票可以維持過度的榮景 而且到了科學的極限 消費者不願意接受了 消費者不願意接受你這個情況了 所以蘋果現在很難創新 價位上面也很難創新了 所以就到這了 所以我要告訴你這句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 空很正常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這樣跌下來請問一下 來來來 加聯益從這邊跌下來 這樣子跌下來 你要做多還做空啊 不然咧 你做多一定套牢一定賠錢啊 我帶會員朋友操作我不得已啊 我也不喜歡說今天講空 好像大家都很討厭你啊 景氣不佳避險良方沒有錯吧 全世界都告訴你說這個行情完了 所以空它的趨勢多什麼 少數的強勢股嘛 高雄出現搶地潮嘛 各位看到沒有啊 來台旅客人數要增加 多少數股嘛 你說當時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哎呦觀光類股成交量1%不到 我說你不要看1%不到 你早上買進去到現在為止 人家10%你超過13%了 跟對人好不好 就這三個字而已啦 至少我告訴你都是真話 我坦白跟你說一件事啊 我講觀光股 我們公司的很多人不高興耶 說老師啊你講這個 我怕我們公司會沒生意 因為人很少 人家都講什麼都講中美金 人家都講什麼講加聯益 我說以後你就會知道 因為你只要認真做 天底下的投資人都會眼見為憑都在看 把我的節目去跟你原來的節目比一比 我今天來很直接跟你說 請你趕快跟上我的腳步 我從來沒有講什麼價格不價格的 我們跟你講一件事看法無價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休息一下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你要更需要注意的事情 等一下會交代你 運達投顧 後康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彪虎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或電0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今天就在盤中的時候 開始錄影了 目前現在的狀況呢 光是日經指數跌得快600點 你自己看著辦 至於說這裡將來會不會收低 這裡會不會收低 那麼現在OTC指數已經大幅的收低了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什麼漲價概念股 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才跟你講 中美金在這裡 我帶你去空的 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們剛才跟你講 宏達電在這裡 我帶你去空的 我就直接告訴你 同樣的各位看到嗎 6153的加聯益 恭喜會有沒有真的 從38塊到現在為止 每次都放空 每次都跌停板 股票市場裡面 有的時候真的用眼睛看 觀光類股頭肩底 民國94年的時候 啪大漲上來 漲到96年 整整漲了快兩年了 這每一根是一個月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現在大盤在幹嘛 龍券在認賠的時候 12月4號我就跟你說 這時候開始危險了 就是我跟你講的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川席會的當天 我說你看籌碼面已經不對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問你一件事 高雄概念股怎麼買找我 當時很多人說 高雄概念股怎麼會漲啊 華園怎麼會漲啊 是不是盤下買的 是不是盤下買的 老師你怎麼兩天做一樣的動作 翻過來了 三天都一樣的動作 不是三天兩天了 不是兩天啊 是兩輪啊 兩年下來都做一樣的動作 兩年下來都做一樣的動作 不是兩年喔 96年到現在為止你看看 兩波的觀光客都被我抓得很清楚 兩波的觀光客都被我抓得很清楚 親愛的投資朋友 誰敢昨天跟你預告 然後今天開盤一下子就動手 第一秒鐘動手 我真的不曉得怎麼跟你們比 我說那我們來比多單 你的多單是這個 空單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看空 很多人都認為說跌很深了 跌了什麼9400點之後不會再跌 等等這種話 我說你要想清楚一點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不是說 你以為這樣一跌就不會就很深 你怎麼不會跟我講說從這裡漲上來 來看清楚啊從這裡 我們要用這個月線看來來來 從這裡漲上來漲很多啊 或者從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從這裡漲上來8000塊錢 漲到這邊很多 現在才拉回一點點 這裡相對於這裡一點點而已好不好 看清楚啦 這漲這麼多才跌這麼一點點 你自己看了是不是只有跌一點點 你不知道 我不是告訴你很多次嗎 你從月線去看 從來沒有一根黑K棒之後 就煞車的 尤其是月線黑K啊 月線黑K發生在什麼時候 89年我告訴你說請你注意 當時運拉剛成立 我就是運拉前四個老師之一啊 全部老師都在講多啊 要我講故事給你聽嗎 我一個人講空 剛開始沒人理我 就像現在一樣 應該說就像過去幾天一樣 結果後來開始破底了 後來一檔一檔開始跌了 一檔一檔開始跌了 現在投投資朋友 當時給你空的叫什麼 2388的威勝 你看我多用 一檔一檔開始跌了 還有什麼2323的中環 2349的萊德 你怎麼會想得到說 當時的那種氣氛 那個股票後來真的都上不去啊 我現在講啊 說不定這個啊 這講起來推不太恐怖啊 現在大家都在談PCB哪一檔 什麼什麼股票哪一檔 親愛投資朋友 你怎麼敢說以後不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沒有創新股價就一定要跌啊 有創新才有多頭啊 你看後來漲上來都是因為創新嘛 先發明了這種 所謂的這種黑金剛大哥大 後來發明iPhone iPhone在這裡嘛 沒有錯吧 你說老師這一根下來不會就馬上下跌 怎麼大家都說跌很多了 只有你說跌很少 我說不是我講跌很少 我不能在節目上跟你講跌很少 是他講的 是他講的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啊 中國大陸現在下崗的人數 下崗意思是沒有工作 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的GDP為什麼那麼重要 中國大陸的GDP只要少啊 0.5%啊 大概等 就直接這樣講 少1%大概就是2200萬人沒工作 大概等於台灣一個 整個台灣的人沒工作啊 你最近沒有發現中國大陸 已經開始出現一些民怨民變了嗎 你最近沒有看到中國大陸 在補助電動車的政策已經廢掉 或者補助太陽能政策廢掉嗎 因為下面的人都亂搞 你知道沒有 叫金融風暴啊 哪一台爛車出來騙你說這叫電動車啊 如果他真的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咧 他其實講得太好笑了 我覺得基本上不要寫台股 他寫全球比較實在 全球空產跌 因為中國大陸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個 領頭羊之一嘛 當然除了美國以外 中國大陸也很重要嘛 這就是我要跟你說的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哇怎麼少帶了一張啊 來第一件事情我跟各位說啊 你會說老師 哎呀高雄概念股都漲很多了 再看一下長很少吧 注意喔 你今天進來 我給你一檔 拉回來跟華原一樣更會飆的 高雄概念股 還沒有幾個人知道 我現在話先說給你聽 等一下我找找看資料能不能找得到 這是一個你必須要跟著我一起做的動作 如果你喜歡做多 那現在我就只能告訴你 除了高雄概念股以外 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多啊 因為除了高雄要蓋摩天輪 除了高雄的市長要在愛河上面 來幾乎怎麼這麼講 我就說市長真的做的也是很不錯啦 我應該這麼形容 他從上任第一天 就趕快去帶動六合夜市跟愛河的觀光 你看過這樣的人嗎 那至少你在那附近做生意 這生意一定會好嘛 市長都來了 帶了兩萬多個人潮什麼網友通通來了 住滿啊 住到隔一年都沒房間了嘛 住到隔一年都沒房間了嘛 這就是為什麼販鏈股會大漲的現象嘛 那除了高雄概念股可以做多 一下子要蓋摩天輪 一下子要蓋迪士尼 一下子要招商 他就是在拚了嘛 我今天好不容易選上我就跟你拚了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反正高雄現在人家說 好像什麼也沒有 就跟你拚了嘛 沒有錯吧 以五都來講的話 高雄現在的房地產算是比較便宜的 沒有錯吧 如果我們站在我們台北市的觀點去看 高雄 哎唷何止對半啊 嚇死人了 覺得好 價錢真的差太多了 那其他為什麼跟你講其他空 其他都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我找到一檔跟這個一模一樣的 等一下來看一下 基本上跟這一樣 頭肩底完成的 你來 我相信今天願意跟上敬哲的老師的朋友 這一檔股票就是你單獨可以掌握到 而且明確可以掌握到的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我要跟各位說的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行情裡面的確出現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到的一個情況 這些都是 你能做的就大概就這些股票了 搶房搶地搶光光 做多 你要做空的在這裡 不是只有我 楊映超先生也是講得很清楚 什麼叫向下循環 科技股已經步入向下循環了 你說老師我就喜歡空台積電 那是你的事 但是我告訴你一句話 空基本上你要像我這樣抓住機會 抓到機會抓到點 這樣子你就能夠掌握住漂亮的一個空間 抓住機會抓到點 你就能夠掌握漂亮的空間 各位看到沒有 邊講邊賺錢給你看 這真的是實況轉播 邊講邊賺錢給你看 空在哪裡 空在388這個位置看到沒有 連國具都敢空 5483的中美金空哪裡 很簡單這裡有這麼多天 空在70塊錢 對不對 2498的宏達電 更簡單一樣的 各位看到沒有 40.1元 就在這塊 融資大增 融均大減這招 這招教你 所有的空點 所有的方法 都在電視器前面呈現給你看 那你還要我講什麼 我今天真的講一句話 你還想要我講什麼 我只跟各位講說 你有什麼困難 你等一下可以撥通我們運達的專線 我都很願意幫你服務 我只能跟各位說 如果你願意跟上我們 真的把觀念改變了 其實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是很正常 這跟做多一樣 趨勢向上做多很正常 景氣很好 我當然做多 把空單反過來做 那是做多 但是現在景氣不好 那大家都看不好 那你當然要這麼做 歡迎你 想盡辦法跟對人做對點 這一檔高雄概念股 保留給今天 因為我們其他朋友 都已經有花園了 保留給今天 願意跟上我們的朋友 歡迎你 撥通專線 我們把這一檔 未來的高雄概念股 強勁的高雄概念股 跟各位來直接做分享 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